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周日6月15号话题很多 比如父亲节 比如世界杯等等 但是这一天却是一个大的新闻事件的特殊节点 但多少被人有些忽视 这一天是马航MH370客机失联100天 整整100天 一切都毫无踪迹 寻找也似乎回到原点 但不敢想象这架飞机上的乘客机组人员的家属们 是怎样度过这100天的 完全绝望 不可能 也不愿意 可带着希望却有希望渺茫 山东一位62岁的父亲 他的儿子在飞机上 不要说过父亲节 他连夏天到来的感觉都没有 因为他的全部感受都一直停留在3月8号 飞机失联的那一天 100天 我们不是为了纪念 而是为了提醒 寻找不能停止 家属们 公众们 以及这个世界都需要最终的真实答案 好了 接下来咱们共同走进本周 本周一 去年10月28号发生在天安门前金水桥的暴力恐怖袭击案公开宣判 三名案犯被判处死刑 同一天 在新疆 七起爆恐案件的13名罪犯被执行死刑 就在严厉打击暴恐活动的同时 周日下午在新疆和田 又有三名持刀斧歹徒突然冲进当地一家棋牌室 对群众进行砍杀 现场群众奋力反击 随后周围商户和群众也拿起防范工具围堵歹徒 最终与武装巡逻人员一起将歹徒制服 此前在新疆皮山 数名群众遭遇三名携带爆炸装置的暴恐分子 设法将其擒获 而就在近期严打行动中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 当地警方已破获九个暴恐团伙 抓获六十多人 收缴爆炸装置一百六十多件 同代本周 深圳武汉等地警方已经开始针对 射恐射报线索实施举报奖励办法 群众举报可获奖金 最高奖励金额达五十万元 随着本周三云南省整改情况出炉 第二轮中央巡视所涉及的六个省份四个单位 已全部公开整改情况 这一轮巡视整改过程中 与领导干部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被明确点出 如插手工程项目 为亲友牟利 带病提拔等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 又有一批大案要案被查处 据不完全统计 十处群视点中数千名干部被处分 近70名厅局及官员被查 其中仅广东一地因严重违纪被查处的厅级干部就有38人 而在山西与上年同期相比 厅局及干部被处分的数量增长百分之百 此外 备受关注的是 在吉林 有三名原副省及干部在金融机构担任领导职务 其中一人因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处理 另外两人已辞职 但因裸官问题被特别点名的广东 目前已对866名裸官做出岗位调整处理 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快两周了 每年在这个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听到与高考作弊有关的消息 不过说句实话 随着这些年媒体记者的紧盯以及互联网方便了全社会的监督 很多人都会以为高考作弊如过街老鼠仍然喊打 虽然年年打也的确年年有 但规模和恶劣程度应当是逐年下降的 可是谁想到我们还是太乐观了 本周人们通过媒体报道得知 截止18号本周三 仅荷兰一省已经查实的高考替考人数 就多达127人 替考 这得打通多少环节 该是怎样的理应外合 而且明码标价 这其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利益链条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 替考这是孤立的一次行为吗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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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一直在报警 尽管规定要求检测中指 他却坚持使用食指 但在几次尝试过后 这位手指上带着透明指纹膜的替考者 还是通过了考场中的最后一个验证关卡 这一幕 发生在今年河南起县的一间高考考场 作为近几年预防考试舞弊的新设备 指纹验证机在一些替考者看来形同虚设 小A也是刚刚参与了替考的枪手 十几天前 已经在湖北读大学的他 拿着别人的身份证准考证和右手中指指纹膜 在几百公里外的河南开封 顺利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次高考 小A表示 一开始朋友只告诉他可以赚外快 不想却认识的是一位高考枪手组织者 五千元定金先付 考试一本三万 重点一本五万 这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 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事实上 从大学校园招募枪手替考早已不是新闻 为了严防大学生参与替考 河南省早在2005年就出台规定 高考期间 高等院校学生一律不放假 并不准请假 就在去年高考前夕 湖北教育厅也下发紧急文件 要求各高校不允许学生请假 若有无故不到校者 要及时查清去向 但在熟人的推荐 组织者的保证 还有不断攀升的出假面前 这样的约束 显然没能取得足够的效果 枪手们顺利参加考试的事实 似乎可以证明 这些组织者们说的并非都是大话 我觉得考官是被打车 其中有一个教育老师 他还问我考的怎么样 他知道我是替考 然后我当时就是从考试到 都基本上就完全畅通无阻 老师当时我拿的就是 是那个我替考的学生的身份证 还有他经常认 如果按照李某的说法 早在2012年 他就曾组织枪手在起线成功替考 而就在2012年 恰好有媒体记者卧底替考网络 并在高考结束后曝光 指向的也正式开封起线 但遗憾的是 河南省高招办 除了在考试结束时发布信息称 河南全省查处替考考生25人外 记者并没有找到 针对曝光的查处信息 两年后的今天 河南招生考试网 在高考结束后的第一时间发布了 以我省普通高考顺利结束为标题的文章 随后 在针对视频媒体全程记录替考事件的情况说明中 才提及 以查实违规违纪考生165人 其中替考127人 一阵就坏了 有事了 临考前就连花钱雇佣枪手的家长们也拿出了定心丸 透露了不少考场潜规则 以金钱换得一般人无法拥有的权利 为孩子占个好前程 是一些家长求之不得的选择 几下二高 是被李某安排枪手替考的考点之一 该校校长白世平向记者表示 每个监考老师只有在开考半小时前去领试卷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监考哪个考场 而监考安排是由事招办负责的 如此一来半小时的时间内怎么做工作 如果是事先安排好的 谁又能做到这一点 白世平说 这肯定不是一般人 防替考或作弊 关键还是管好人 替考利益链背后就是一条腐败链 首先要抓那个最基层的去做这个事的人 所以现在看到的肯定都是具体的在从事这个职责的人 然后发现他们有问题 然后才可能得到刚刚开始 那在随着调查的深入的话 恐怕后面的一些更多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可能才会暴露出来 对这次替考事件 有媒体把重点放在找替考的都是有钱当官的 这种关注迎合了社会的情绪却不一定是关键所在 我们看看价格 出乎意料的没人想象的那么高 风险似乎巨大的替考 考上一本是三万 重点一本五万 再加上打通一个考场整个关系网的七万 这可是不少家庭都负担得起 也可能愿意花的一种价格 这才是真正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 门槛并不是特别高 十几万能买到一个更漂亮的前程 会不会让很多家长都动心呢 与此同时 想要替考成功 仅有替考者是不够的 需要方方面面的帮忙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利益推动 人才技术都可以为替考及考试作弊服务 这样的事可不是第一次发生 这是发生在今年年初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前一天的一幕 一百多名统一报考黑龙江省哈尔滨理工大学MBA的考生 在接受最后的考前培训 主要内容就是熟练开关无线电信号接收设备 躲避考场巡查 在这家名为北京制衡之艺术培训中心的机构里 工作人员一再提醒 考生在自己身上加带这些考试作弊用的器材时 要注意方法和技巧 男性一般都放置在腰部系皮带的位置 而女性就更绝了 绑着器材进考场的考生为数不少 难道一个都不会被查出来吗 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 面对这种疑问显得信心十足 虽然敲定报答案的时间是在开考后一个半小时 但是工作人员特别脾醒 即使没开始作弊 也要注意行为举止 不要引起监考老师怀疑 如果与刚刚发生的河南高考替考案相比 培训机构显然还有所收敛 监考是他们没有打通的环节 但招生学校的审核 在培训机构看来并不是问题 学校现在是希望你们过的 没人要整死你们 你们是自己真过会招 而且还担心一些无用的问题 这些问题学校都替你们耐心 学校都怕老师抓了 你都跟老师说别抓了 只不过学校没法报答 不要拉拉哼叫人 热烈欢迎 今年还可以 所以只要你带点意料去做人 没人打 仅凭一面之词 虽然不能认定 哈尔滨理工大学MBA中心 参与到了此类舞弊事件中 但记者调查时却发现 其他培训机构 同样在暗示 打通了学校方面的有关环节 瞧你说你能转个一万二 怎么错了 只一个人 那其他钱都哪去了 其他钱都说咱们要打理 你不认为这钱 咱们都能自己要包吗 都这样 这一个都能挣个三四万个 那我们 你能哪 说哪一些要打理 第一个就学校考试 就是打理了 为什么学校去报答 学校考试 这就要打理 你学校要跟随大家 这家名为中研启航的培训机构 向考生收取的保过培训费 高达四万八千元 培训协议明确写着 正常的考研报名费 确认费资料费 只有一千八百元 如果最后考试没有通过 那么除了这一千八百元之外 其余学费全部退给学校 这么算下来 不到一周时间的保过集训 学费超过四万五千元 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 其中一万两千元是机构自己赚取 剩下的三万多元 要打点不少的考试流程 就整考正好 就是你看前面全都一样 就后面四位不一样 那你等于是把他在报名的时候 就给他弄在一起了 报名统一报名 为什么我们快了 为什么人家统一报名 等一下你先把这个赶紧报名 就是如果您都到最后报名的话 就会跟他不在一块了 那等于是还是在同一个教室里了 对对对 他会到时候会分教室 他集中研究两三个教室 1月4号考试当天 培训班的学员顺利进入了考场 而开考后一个半小时 播送答案的无线电波也如约响起 最终哈尔滨理工大学研究生学院 常务副院长郑敏利被免职 另有该校多名责任人被处分 该考点20名考生成绩无效 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三年 此外 9名犯罪嫌疑员 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被依法逮捕 案件正在审理中 那对他们最大的出吻 就是这次考试算作弊 然后就是一到三年的进考 这个规定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个成本特别特别的低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是需要加大这种违规或者违法的 这样一个作弊的这种成本 面对今年的这两起全国统一考试的舞弊事件 虽然最终的案件追查结果还未公布 但从公众的讨论来看 违法成本低似乎已经成为共识 2007年河南单程替考未遂案 县教体局局长张耀坤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县教体局党组成员招生办主任马力斌 撤销党内职务行政职务处分 而在2008年河南省的一次先进个人表彰中 张耀坤名列启动 当时被双撤的马力斌在该县教体局官方网站上 至今仍是局党组成员并分管具体工作 教育部制定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那这个办法应该说它是一个行政法规 就是一个部门规章 所以它只能规定就是行政处分 行政法律责任 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 他去做一些收买 或者做一些后面的舞弊的行为 现在来看的话 做刑法方面的处理还比较少 我至少还没有比较明确的看到吧 但是应该说迅思舞弊罪 2008年10月底 甘肃天水替考案五民主犯 正是以迅思舞弊罪 被判处五个月到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山东省阳谷县农业局 原副局长霍继刚 获刑两年 是五人中唯一的公职人员 应该是在一个全国的范围内 要有一个诚信的信息系统 使得一个人除了他的这个 这个不诚信的一些行为 可能除了有这个 比如说刑事要承担当时的 他的这种所作所为 要承担相关的刑事法律责任 行政法律责任 开办企业他要入职升职 恐怕都会受到影响的话 那作为这个学生 或者是在校的 或者任何一个公民 他会考虑这个事情 可能他的这个完善的这个方面 除了这个刑法的方面 法律的方面 还有整个社会的这个制度的 这个体系都要有完善 在媒体相关的报道中 最让我惊讶和担心的是 有一个替考组织者坦然的表白 这已经是我第三年了 没出过事 一点事都没有 如果这不是他在吹牛 而是真实的 我们马上可以展开联想 前两年的替考中 谁是受益者 那些花钱买到入学通知书的孩子 正在哪上学 一切正常 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学 就大二大三了 公平追不回来了吗 要不要追怎么追 而同时我们也会担心 这些在河南的替考 被记者曝了光 但是这样的事 仅在河南发生吗 那些记者未到达或未知的地区 就没这样的事吗 但愿这只是瞎想 可是我们面对的瞎想 绝不该只是一笑而过 四十天前 十九岁的女孩林林 被母亲送入了河南郑州 一家培训学校 原因是林林辍学在家 沉迷上网 四十天后 林林带着满身淤血和轻肿 死在学校宿舍里 在这家声称是问题少年中原教育第一品牌的学校 所谓的教育手段 是禁止学生与家人联系 管理手段以暴力体罚为主 在悲剧发生的那个晚上 林林因违反规定 而被强行要求训练前倒地和后倒地 三名教官甚至将她拉起 背部朝下猛摔在地上 三个小时后 林林开始吐血 最终死亡 事后人们才发现 这所三分之一老师没有教师资质 而且多次发生学生受伤事件的学校 却连续七年年审过关 甚至在林林死后 依然继续接收来自各地的孩子 当许多应届毕业生还在吐槽 年级毕业大合照人太多太拥挤时 北京大学原培学院毕业生薛义凡 一个人穿着学士服笔直地站在教学楼前 拍下了一个人的合影 他就读的古生物专业 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只有一名学生的专业 自从2008年创立至今 每年都只有一个毕业生 目前已是四代单传 薛义凡显然很满意自己的选择 他从高二起就对古生物很感兴趣 更自嘲因为长得不漂亮所以只能当学霸 在经历了迷茫之后 依然坚持古生物学这个最初的梦想 而北大校方也戏称薛义凡当不了白富美 因为需要去野外进行地质实习 他没法白 因为是古生物 他也没法富 当大学教育的工业化功利化日益浓厚时 薛义凡选择了为兴趣而学 7月底他将赴美国攻读计算生物学硕士 希望未来能尝试和自己兴趣一致的新的东西 一个从商煞大楼上掉落的杯子 彻底改变了成都小伙陈涛的生活 他被砸中后患上了创伤性癫痫等严重的后遗症 医疗费欠下十几万元 由于无法找到失害人 陈涛决定用高空坠物连坐的法律条款 起诉整栋商煞业主 该商煞地处闹市 楼内商户和公司流动性很大 律师和法院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排查 才最终确定了124名被告主体 本周三法院判决124家被告 各赔陈涛1230元 共15万余元 但大部分商家坚称自己不是肇事者 陈涛能否从一百多家商户手中最终拿到赔偿 未来的生活又该如何继续 6月10号发生在湖北前江的人质劫持事件 让秦开美一夜之间经历了从老师人质到英雄的转变 面对危险 他主动担当人质 说服以反释放所有学生 被媒体称为最美女教师 但与他的感人事迹同时引发关注的 还有他长达26年的代课教师身份 以及两次背下岗又被召回的尴尬经历 同学们对秦老师的评价是善良尽责 他教的班级成绩意向很好 但由于年龄不符合规定 秦开美一直没能转正 他拿着不到正式教师一半的工资 不享受寒暑假的工资待遇 没有任何保险福利 就这样教了26年书 一面是鲜花与掌声 一面是没有名分的代课身份 两种境地和感受都交织在秦开美身上 看完人物回顾 想起一句话 高实在是高 一个人的专业就有了一个人的毕业照 小小的年纪突然间与高处不胜寒连在了一块 古生物专业也许并不需要太多的进入者 但一个专业只有一个人又似乎实在太少了 没人知道这一个人将来的职业是否与古生物有关 但愿不至于那么热 可是今后高处也可以不那么寒 打一场不知道肇事者是谁的官司 原因与高楼抛物有关 一百多户主大多数是被冤枉的 可那一位真正的抛物者内心不该深深的自责吗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坏生活习惯的问题 这是犯罪 但愿为此更多的人能管得住自己的手 好了 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 他们是志愿者 也与高有关 他们是在青藏高原做志愿者 海拔特别高嘛 四千多也没有在这么高的地方居住过 去那边去开心心啊之类的 虽然不能起头 但是我买了赶紧起头去 这个比较哭道的时候 我可能会有一个很有意义的补充 我想让这个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一些 坚守在这里有什么意义 我就会想可能坚守就是一种意义 当2014班头宴守护行动招募消息发布之后 就吸引了很多前来报名的人 一群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 为了保护一种叫班头宴的陌生高原鸟类 完成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每年四月班头宴都要飞越近九千米的喜马拉雅山脉 来到长江园繁殖 当地藏民把它们称为神鸟 因为它们飞到哪里 藏羚羊就在哪里产高 然而在这里 它们的鸟蛋却常常受到威胁 我们招募志愿者 是要阻止 以协定说人进入这个区域来简单 2014年4月10号 当来自海南广东湖南的三位志愿者 来到截比湖营地时 这里还是湖边一片荒凉的沙地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和长江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 一起建起一个临时的家 这样冲一下 然后以后呢 很多屋下的游泳架得越多 它员烧的时间越长 对这个炉子烧的是牛粪 这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之前听他们说各种新奇 然后我们把那个牛粪掰成一块块以后 加上柴油才能点找 对于四月的截比湖来说 这个帐篷它还是难以抵挡寒冷和大风的 来自海南的黄梨 又在帐篷里支了一顶小帐篷 但依然是整个晚上都很难睡暖和 来自湖南的大四学生张寒 原本对住帐篷有着美好的回忆 但是睡了一个晚上之后 他就意识到 这和以前露营完全是两回事 我想象的那个反差还是有点大的 然后之前班级里面有举行过 那种到郊外去露营的活动 但是那种在城市郊外 它会有很好的草地 然后在昨天晚上 气温的那个温差特别大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在头边上放了一瓶水 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一瓶水已经结冰了 确实晚上的温度挺凉的 然后早上起来的话 衣服上被子上全是啥的 人们想到高原 想到可可西里 想到藏林阳这些东西 电视画面当中宣传的 都是非常美丽非常漂亮 可能来了之后 这个反差会比较大 然后看到那些秒钟 我跟你的眼睛给你瞅 事情就和我开始想象的 可能有点不一样 就是非常平淡 对于这三位来自大都市的志愿者来说 在海拔4600米 一下子要适应没有电 更没有网络信号 与外界联系 只能靠电台的无人屈生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解笔湖 解笔湖能听到吗 解笔湖收到请回话 解笔湖 解笔湖保护站不叫 保护站不叫 你先关了 一连几天保护站通过电台 都和解笔湖的志愿者们联系不上 虽然按照经验 土旦知道 这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 太阳能发电机 不能正常运转造成的 但是 三位菜鸟志愿者的情况 还是让人放心不下 4月15号是生活物资补给的日子 土旦和几位志愿者 赶到了解笔湖 怎么样啊 冷吗晚上 晚上很凉快 黄丽姐什么时候感冒的 昨天晚上 冻的是吧 箱子 我反正不想来解笔湖 现在我已经从保护站 来到了那个解笔湖营地 你想下去吗 嗯 我想 我学这又是个牛人 一个特写 牛人 是大家对那些 能在营地坚守 不急于撤离的志愿者的尊称 而第一批志愿者中 来自广东的黄小华 就是大家公认的牛人 做过厨师 喜欢摄影的他 虽然在解笔湖 已经完成了10天的注影期限 但他却一点都不想走 对啊 不想走 但是今天又换班了 来这边还没有 还转手呢 一年前 黄小华辞去了工作 开始骑着自行车旅行 为了更多的接触大自然 他专门避开了城市 选择了人少 甚至边境的线路走 然而 即使这样 他发现 依然躲不开环境的破坏 像一些垃圾一方面 就好多一些军民 他可能不太注重这些 就扔了好的垃圾 就看到以后 就感触挺深的 黄小华成为了第一批志愿者 来到了长江源 然而 让他和很多志愿者 没想到的是 就在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 附近的陀陀河边 就有一堆数量惊人的垃圾 这个汽车龙骨的话 它是塑料制品的 塑料制品 这喊白色垃圾 这个还有电脑板 甚至还有医疗废品 还有动物尸体 就是这种的话 而且在水源地旁边 这是要在这儿提水 他们送过这个时候 然后 用这个车子过来打热通水 就要用五天 虽然志愿者们的帐篷 就在杰比湖边 但是 他们的饮用水 还得到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打 除了垃圾 河水污染之外 陀陀河 一天天变窄的河道 也让保护站的人们 格外忧心 4月24号 黄小华在杰比湖营地 坚守十天之后 又继续前往 班德湖建营 虽然 在长江源附近 很多湖泊 都有班头燕繁殖 之所以会在 班德湖和杰比湖建立营地 除了这两个地方 离镇子相对较近以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 湖水较浅 很容易上岛减淡 这个湖面是 给班头燕最后一道屏障 唯一的一种保护了 所以如果说这个水干了的话 什么动物都可以上岛 那对 对小班头燕来说 绝对是灭顶之灾 好 一号一号 一号点现在在十一点 暴点了 第二次现在开始 一号点目前观测 一百七十八只班头燕 目前没有发现 小班头燕出生 来自湖南的柳科 是一名常年守护 洞庭湖候鸟的环保志愿者 为了能够拍到 雪后的班头燕 也为了更近距离的 观察班头燕 原本在班德湖营地 驻守的他 特意申请来到了杰比湖 而在这位拍鸟的行家看来 能如此近距离的 观鸟 拍鸟 还是一次从未有过的经历 我们都是隔着很远的 观鸟平台 或者通过摄像头 去观察候鸟的活动 只是没想到 在这边 在杰比湖这边 能够这么近的 和班头燕这么接触 在杰比湖来说 很难想象的 5月29号 营地又下了一场大雪 天气依然很冷 虽然新来的志愿者们 面临的自然条件 和一个多月前的区别并不大 然而岛上正在孵化的班头燕 却给志愿者们 带来了很多快乐 让我们再看一下 谁让他有出来的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 肯定是生火 然后把火升上了 然后把早饭煮上了 就会开店了 其实也觉得班头燕 其实真的挺漂亮的 反正挺喜欢看他们的 一夫一妻剧 所以也是两个人一起飞 然后干嘛的 挺好的 在班头燕一次次振翅高飞时 情不自禁地按下快门 恐怕是每位志愿者 共同地守护精力 而刘柯和他的同伴 却自认为是最幸运的志愿者 因为他们很可能将会见证 第一只小班头燕 破壳而出的一刻 土蛋哥就告诉我们说 可能一二三号 就会有小燕的付出来嘛 然后我们就比较关注 就说谁第一个发现了 就会有命名权 就可以给第一个 出来的小燕的命名权 是 按照去年的我们的观察 六月五号就第一批小鸟出壳了 但是今年目前 好像今天早上 目前还没有迹象 因为没能看到小班头燕出生 志愿者们只能打开 去年保存的小班头燕视频 先过一过眼影 这我妈妈怀里躲 他们嘴巴好亮啊 他们嘴巴是黑色的 他踩到了 踩到了 在这一地区 常有狐狸等动物出没 即将出生的小班头燕 很可能成为他们的食物 前两天晚上我出去上学 两个狐狸一面向我跑过来 我吓得大 狐狸嘛 因为之前也是 完全没有看到过狐狸的 然后那个狐狸好像也不怕人 直接冲着我跑过来 我大叫一声 狐狸哥咱们是发现什么情况 还是 现在河道 这种河道就马上都干掉了 如果这完全干掉的话 就会 其他的狐狸啊 其他的一些狼啊 其他的动物就会 直接就上 上着这个河岸啊 就走到那个岛上面 这样到这班头燕的这个蛋 就造成了一些威胁 由于今年降水量太少 再加上蒸发量大 街底湖已经近乎干涸 河床上一条上岛的通道 已经清晰可见 狐狸哥毕竟是猎人出生 他就知道 用那个扎那个稻草仁的办法 在那个干涸的那一线 我们立了用那个塑料布和那个棍子 立了四个稻草仁 然后不一刮 把那个塑料片刮起来的就是声音 这样的话可能就 晚上可以防止狐狸 去偷那个鸟蛋 去伤害那个小班头燕 我们也不知道 这样立一个稻草仁 到底管不管用 就心里还挺害怕的 就是现在就 您可以让它稍晚一点 拂出来 记一下吧 那个班头燕 1821只 那个赤妈鸭5只 风头PT21只 还有两只横角鱼 当截笔虎的志愿者 焦急地等待小班头燕降生时 在距离他们几十公里外的 另一个营地 班德虎 三名志愿者 恋恋不舍地迎来了 撤营前的最后一天 这头顶两道杠的白色候鸟 已经成了他们的朋友 来到营地后 摄影爱好者 虎武 基本上是相机不离身 在他拍摄的照片中 相比翱翔天际的班头燕 干涸的湖泊 干枯的动物尸体 更让他印象深刻 在驻营期间 虹武对班德虎的周边环境 进行了考察 干涸的湖泊 和溪流数量之多 让他震惊 由于长期干旱 一些河床 已经退化为沙地 草场的退化更加严重 沙尘天气出现的越发频繁 连我们长江源头 水源都不成足 我们下面怎么会有水 当我们看到 一幅幅的照片的时候 当我们到现场去看的时候 真的是触目惊心 数十天里 志愿者们守护 见证了班头燕的繁衍成长 但班头燕生存环境的恶化 却让他们无能为力 这也更让他们体会到 人类要想在环境中飞得更高 就必须对身边的环境更加友好 以班头燕作为一个影子 保护它的影子 在保护它的同时 来影响更多的人 关注自己身边的 这种野生生命 同时来促进这种色味 这种环境性提高 你能够全身性地接受到大自然 没有任何的遮蔽 你可以完全地把心灵敞开 希望以后这边环境会越来越好 让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 班头燕的息息地会越来越大 三下午六点十五分左右 三号转发机已经拍到 三次小班头燕 第一次小班头燕 第一次小班头燕 第一面可能取得名字叫自古 下一周国务院台湾 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 应台湾陆委会主任王玉琪 邀请将访问台湾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行程 而是六十多年来 大陆地区主管台湾事务的 一把手官员 首次对台湾的访问之旅 张志军此访时间为四天三夜 而且行程将不到台北市 只到新北台中高雄 三个直辖市和彰化县 并将在新北市与王玉琪正式会晤 中国人常说万事开头难 两岸走动越来越多 很多第一次陆续都成为过去 但愿这新的第一次 能把两岸的走动 带上一个新的台阶 好了下周的事 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 祝您周末很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